我們來到這個星期四的音樂會 我們這個音樂會已經舉辦了接近變本 未曾定過的 每星期四都有 兩年了嗎? 不止兩年了 我說每個星期四都有的時候開始 好吧 我們祈禱吧 我們很感謝你這次的地方給我們 主要你感謝你使用這個地方 主要你感謝你在我們當中 親自的接受我們的敬拜 主要你當中有得罪你的地方 我們求你去原諒我們 主要你有講錯話的 主要你求你寫給我們 主要我們是用我們的心 很坦白的 將我們自己的心理和說話說出來 主要你願意叫你去監察我們 叫我們能夠去作你喜悅的事情 主要我感謝讚美你 感謝你有使用到我們 主要感謝你有 叫我們能夠成為一體的女服侍你 主要你求你的靈體與我們同在 主要求你催促我們 叫我們盡快去傳福音 主要因為知道你回來的日子已經是近 主要也要求你裝備我們 叫我們有這個心情 我們感謝你也祈禱的福音 所以我們要求你 感謝你也祈禱的福音 我不知為何大家會覺得很沉重 可能有些壓力 希望我的帳篷這件事會令你樹大 壓力這件事 其實我對著我女朋友很有這個壓力 剛才聽我女朋友分享 你真的要做銀行 而我就要做酒店 我們這些放假的時間 其實是很一層的 但是每半年總會有一個月 就是今個月十月 我跟她四個星期都是一起放假的 那個壓力就來了 其實我可能不太明白我想說什麼 我簡單 我很表達一件事 就是我平時一個月和她一天一起放假 那天想些事情做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你一個月想一次是OK的 但是當是一個月四個星期和我一起放假的時候 我就很有壓力 因為我四個星期都要想著跟她玩 我根本要想去哪裏玩 因為她星期一就會問我 其實不是我星期六放假 星期日就會問 我們下個星期六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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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就說到時才算 她很不喜歡聽到時才算 她覺得要肯定 要給她肯定 而我也很想去表達出這件事 我想很想我表達我的愛 就是我陪你去玩 我表達我的愛 因為我愛你 所以我會想一些地方去和你玩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表達的愛 那我為何要說這件事 星期四的音樂會我都有幾個壓力 星期四的音樂會 我們出來說話 要說 例如一個星期通常會說三個課題 而我們的牧師是一個星期說一個課題 說了一個星期 那當然要數 你又數得算 你成數學的 一個星期 一個月有四個星期 牧師會說四個課題 一個月有四個星期 我一個星期說三個課題 他會說十二個課題 就是我一個月做了一季要做的事 很有壓力 如果你們會覺得 我們牧師是五千的話 我是萬五 超會多 但為何有時候這麼有壓力 這個是我給自己壓力 為何這麼有壓力 為何要做 有時候我覺得 在這個關係上 有時候會有些愛人來 我不是很喜歡有愛人來 因為我會 其實外面的人是不明白的 譬如說Phoebus他們不明白 Phoebus不在 我來講 通常 通常其他人不明白 他不會有共鳴在 但是 有一個放些 就是我想說一些 就是大家要共鳴 大家在聽我說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大家開心 笑一下 一天 大家會接受到一些訊息 我會覺得是一件 對我來說 一件是開心的事 但是有時候有些位 就會有膝脹的地方 有些位有膝脹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怎樣 因為我很想聽 有些笑聲 有時候我很想聽掌聲 那這個就是 你會有膝脹的地方 就是 你有個法律長的敲在裡面 這個 阿慧成很喜歡說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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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才說最好 就是 有時候 我們很怕 十字樓套 因為我們可以得到 自己已經由你上次 或者是這個 我們很怕 我們就很怕做這件事 如果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得到別人的賞賜 我得不到神的賞賜 這個東西是一個 無影壓力 它可以壓住在自己 但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想要的賞賜是甚麼呢 譬如 可能我很多東西 我很想要 我想要都是法拉尼 上禮拜很輕鬆地說 法拉尼 要層樓 要女兒走 不要這樣說 要很多東西 你已經得了 你已經得了 你有甚麼賞賜 其實你想回 你要的賞賜 很簡單 就是你們笑一下 開心一下 如果我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是不是 我得到我的賞賜 那就是 都是人的賞賜 這些都是人的賞賜 但也是我想要的東西 因為你很識負 就是其實 你拿著咪 就是甚麼都可以說 很放鬆很放鬆的心情 但當然這個心情 會很影響其他人 有些人會覺得 啊 你這樣放我上台 說我 我會不開心 陸餐 他受傷 他上個禮拜很有趣 這件事我很想說 我想過了整個禮拜 上個禮拜很輕鬆 大家很輕鬆 你心情愉快 一個很愉快的禮拜四 他過來拍一拍我幫頭 上個禮拜很厲害 這個不代表本教會的立場 就代表我自己 他拍一拍我幫頭 你這樣說得很好 超水準 超水準 我會覺得 平時一向都是這個水準 沒有這個水準 其實是水準以下 這個就是超水準 他拍一拍 說得很好 這個是代表本教會的立場 他好像很鼓勵這句話 然後他就說了後面一句 他就說了後面一句 就是 不過上個禮拜就不是了 因為上個禮拜受傷 他到這個時候想了 真理 真理 真理是叫人釋放的 你逆向思考這樣想 如果你聽完不釋放 是否真理 你會想 好像是 挪出是對的 概念是錯的 有個有錢人 問耶穌 我怎樣可以入到天國 他就跟他說 變完所有的家財 去跟隨我 聖經記載 有錢人很不開心 因為有很多家財 他經歷去那些新家 他就走了 那耶穌是否說真理 是的 而那個有錢人 是否很不釋放 都是 那真理是否叫人釋放 是的 但為何他不釋放 他不接受真理 那這個是不是我的問題 這個又回到第一個話題 這個是不是我的問題 這個不是 這個是你的問題 我不是說你陸山 差點你的受真理 是你的問題 是你不接受真理 就是這個 當然 我亦都有我的問題 有時候說一些 令你們 有時候會說一些 可能過了火位 令你們很受傷 我不會說這個是你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 我會說一些 可能是一個笑話形式 這樣說 讓大家輕鬆些 即是私人走出來 他會說他男朋友 即是說我 他都是這樣說 如果我生氣的話 我會覺得我很小氣 但其實不是 因為我可以覺得 因為我可以用我自己做話題 而有些人是未必可以的 因為未必接受到的 那這個不是他們的問題 這個是我的問題 我是看他們過於我所當看的 即是我看得他們高了 那你要接受 這個問題就是你要接受 別人是不接受你那一套的 但是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怎樣 我們怎樣 第一個課題 因為 耶 所以 成效結果 當然不是 你這樣都不是錯了 他說 OK 如果你們聽完我的話說 你們會釋放的話 我很高興 而你們不釋放的話 我知道他會說 你們不接受真理 好了 用這些話題 就行了 下個禮拜四再見 下禮拜四 想輕鬆些 但是心情未曾那麼沉重 可能都是這麼沉重 亦都無所謂的 心靈誠實 你有壓力就出聲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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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